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睇新闻师傅 行政会议成员史未伦说争取民主需要时间 他还怕大家听不明白以美国黑奴作例子 使美国要在解放黑奴100年之后才被他们有投票权 难道黑奴和香港人有相似的地方? 奴隶制度历史悠久 古罗马、古埃及以至早在中国周代就已经有奴隶 美国早在殖民地时代开始实行奴隶制 欧洲人由非洲将黑人贩运过来出售 成为新的劳动力量 美国在17至19世纪西半球黑奴数目最多 而且严格执行黑奴制度的国家 当中大部分的黑奴在南部从事农业工作 随着他们的数目越来越多 奴隶发在17世纪后期应运而生 指明黑奴是白人主人的财产 对于奴隶诸多限制 不单止禁止他们集会和行动自由 更加没有受教和参政的权利 奴隶的生活受到严格的监控 不服从的人往往会被主人处以极刑 欣者鞭打、削耳、割鼻、重者民调甚至用火烧死 黑奴的身份是一代传一代 他们世世代代为奴 完全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 本着人皆生而平等的理念 坚持自由主义 反对奴隶制度 163年 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 还黑奴自由之身 南北战争之后 全国逐步废除奴隶制度 美国国会在1870年 通过美国宪法第15修正案 指出不得因种族、呼吸 或者以前曾经服努役 而拒绝给予或者剥夺 合纵国公民选举权 明确赋予黑人男性投票的权利 但当时 无论是黑人或是白人 女性依然无权投票 联邦制度之下 投票的规定由各州自行设定 多时多个州份 实施种族隔离政策 设置人头税 和文化水平测试等多重关卡 令到多数的黑人 无办法登记做选民 便想剥夺他们的投票权 美国人当然不甘就此待着先 国会在1920年 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 给予女性投票权 1965年 在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推动之下 国会通过投票权法案 正式废除黑人选举权各种限制 同时将各州制定投票方法的权力 受贵联邦政府 確保每个美国人都有权投票 真正落实一百年前的宪法修正案 远远流长的奴隶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写下最黑暗的一章 以前的人可能真是以为 世界上有人是天生为奴 但就没想过 经过多年的争取 时至今日仍然有些人 仍然会自愿一生为奴 今集新闻师傅说到这里